1917年6月 第2月革命后 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高度自治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行政上认输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部分 10月革命后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建立了斯维埃政权 俄罗斯各地也都建立了斯维埃政权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制止同样的事情发生 紧急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以控制局势 基辅地区的亲乌克兰军队包围兵缴械了亲布尔什维克的武装 随后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将正式接管乌克兰的国家权力 逃出基辅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 参加了在哈尔克福召开到斯维埃共和国 斯维埃大会并宣布成立全乌克兰斯维埃委员会 12月 乌克兰斯维埃在乌克兰的基辅 奥德塞和温尼查等地发动了几次起义 但都被中以乌克兰中央拉达的驻军击败 12月17日 俄罗斯斯维埃向乌克兰中央拉达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 要求其停止反革命行动和战争准备 乌克兰中央拉达要求俄罗斯斯维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不干涉其内部事务 解散全乌克兰斯维埃委员会 并允许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样的要求当然是苏俄当局无法接受的 于是1918年1月2日 全乌克兰斯维埃委员会 宣布乌克兰中央拉达为人民的敌人 并号召对其发动战争 新成立的苏联红军 也在哈尔科夫集结准备发动进攻 1918年1月22日 乌克兰中央拉达切断与彼得格勒的所有联系 宣布乌克兰国家独立 俄乌战争正式爆发 好了我们进入影片 安德烈是一位学生 他学习的是制徒 这一天 他在最后一分钟通过了考试 之后便匆忙地赶去广场 在广场上面 中央拉达最高长官 正在同乌克兰的人民讲话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了自由 然而这是乌克兰恢复自由的艰难时期 工厂不生产商品 农民不劳作 将会有饥荒 为了恢复其统治下的自由乌克兰共和国 彼得格勒人民委员政府 对乌克兰宣战 呼吁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挺身而出 捍卫人民以获得的意志和权利 效忠于托洛茨基的人 则在下面拒绝打仗 因为列宁许诺奉给每个人土地和庄稼 战斗前四者 法国巴黎 弗旭将军的官邸 弗旭将军向保罗说道 列宁正在展示他的力量 现在他夺取并建立了政权 波尔什维克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但他也不敢透露自己是如何在德国的帮助下 在俄罗斯掌权的 他吩咐保罗将政府信送到托洛茨基的手中 这样波尔什维克党内将会出现内部斗争 将转移波尔什维克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同时也让他小心 在乌克兰的奥德萨港活动到德国特工 到了那里可以先把信件交给奥利克萨 萨维茨基 于是基金茨基军校的三百名军校学员 和一个一百多人的自有戈萨克连队组成了一支队伍 安德烈是和平主义者 他并不想参军打仗 这时候和他一起长大的索菲亚来到他的身边 但安德烈的哥哥奥利克萨也走了过来 在这里可以看出 弟弟是争不过哥哥的 安德烈只能听哥哥的话回家 奥利克萨从索菲亚去了一家餐厅 他想在这个时候想索菲亚求婚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指挥官来到这群学生的营房 告诉他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来学习如何射击和熟练食用它 两名学生因不听从指挥官的话 被发配到厨房干活 夜晚安德烈与哥哥和将军父亲就餐后 看了一组惨烈的录像 里面有个叫伯格的双重间谍 他在为德国情报局工作 若有所思的安德烈终于想通 决定去参军 法国扶序将军 派遣的保罗来到黑海海岸 与街头的奥利克萨见了面 由于情报被泄露 他们遭到了间谍伯格的袭击 重新的保罗被枪杀 奥利克萨只是受了伤 他为了活命告诉伯格 这封信里只包含了他感兴趣的一小部分 在训练营里 格雷格雷的父亲与妹妹到军营看望他 指挥官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 父亲与妹妹给他带来礼物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负责进攻基辅的 是由米哈伊尔·莫拉维奥夫 指挥的集结于巴赫马齐地区的 第一军与第二军 这两支部队 军营波罗地海舰队水兵和工人赤卫队组成 并各有一辆装甲列车支援 总兵力四千余人 此外他们还有两千余人的预备队 莫拉维奥夫 曾是第二西南方面军的一名中校军官 参与了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在装甲列车上会见了间谍 几乎有1500多名彼得·格勒战友 有了这样的力量 他们就能坚持四到五天 再过四天 莫拉维奥夫的军队将到达克鲁特火车站 在那里会展开攻击 安德烈与新兵们正在熟练掌握机枪的用法 安德烈在英国的工厂里曾经学过 他还知道这款机枪是被修改过的 这天奥利克萨和间谍伯格进行了交易 伯格只要得到所有的文件 都是真的事 他就会付给奥利克萨应得的好处费 这些学生兵完成了训练任务 他们这一去会有很大的危险 一直主张让弟弟参聚的哥哥 此时想让他退出 但是安德烈心意一决 决定去前线打仗 于是他们坐上了去往科兔洛火车站的火车 对于秘密新建 俄国托罗斯基与列宁的人 都在想方设法得到新建 奥利克萨与间谍伯格联系 于是他们约好 在一处废弃药塞附近的墓地进行交易 此时伯格在晚上八点 会让工人在基辅城内引爆炸弹 制造混乱 以坚硬摩拉维奥夫的进攻 托罗斯基的特工发动了一场奇异 他们占领了安斯纳工厂 佩杰斯克的一个武器库 还有一座横滑底涅薄荷的桥 三百名军下学生兵 乘坐火车到达克鲁特火车站 下了火车之后 他们就奔赴前线战场 指挥官带领这些新兵 开始阻击敌人的进攻 他们在这里的任务 必须坚持到晚上 到那时 会有一列军用火车来接他们 正在战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辆装甲车在身后炮击敌人 是的 他们夺取了红军的弹药车 上面有40个箱子和20个机关枪弹药箱 于是他们将这些弹药 用炮击的方式又还给了红军 这是红军的指挥官 只能让士兵们先撤队 指挥官命令安德烈 入落后会有一列军用火车道 让他带上武器 去两公里外的车站 掩护他们离开 到了晚上 伤兵与部队开始坐上火车 安德烈在归道处 架射机枪阻击敌人 就在火车发出信号的时候 他放弃机枪开始撤离 但身后的敌人一直追赶他 在最后一刻 他终于爬上了火车 当时他在火车上 没有看到自己最要好的几个朋友 可能他们错过了火车 被留在那里 于是他独自一人骑上马 寻找他们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 约一个白带27名军校学员 没有来得及撤离 他们中的11人被红军抓住 之后被全部枪决 另一边奥利克萨最终听取附近的剑影 把秘密新建交给陀罗茨基的人 于是他带着文件 找到了那些特工 正在他们交易完成之后 安德烈无意间闯到了这里 哥哥奥利克萨为了弟弟的安全 只剩一人杀了这些特工 但自己也重担身亡 直到1991年 乌克兰的独立才得到世界的承认 这些事情发生在将近100年前 他们和基辅第一军的400名学员 对抗4000布尔什维克 1月29日 在克鲁特战役中保卫了基辅 含着1918 作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成立100周年的纪念之作 该片获得了192.4万美元的 乌克兰国家财政补贴 影片于2017年8月开始拍摄 10月移至基辅街道拍摄 为拍摄战争场景 总共动用了1000余名群众演员 和2000多件各型武器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150名冠兵 也参与了拍摄 影片原定于2018年12月7日上映 但后推迟到2019年2月7日 2019年1月29日 克鲁特战役 101周年纪念当日 在基辅举行了首映仪式 影片上映4天时间 在乌克兰国内总票房 约353万格里夫纳 票房榜排名第三 剧情上 该片依然采取常见的 一小见诞的模式 以安德烈和奥利克萨两兄弟 和美丽女孩索菲亚之间的三角链 为基本线索 串起乌克兰军队 在基辅评判 和在克鲁特车站 阻击红军的剧情 站到场面一半 我已值得注意的 就是影片中 4沃内战中的特色武器 装甲列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